欢迎收看港台电视三十一 和香港电台特应台电台电视 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我是原子佩博斯 我是疑兵郎阿郎 18723 而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用 可以电话我们 跟我们交流一下 没错, 电话我们干什么呢 在电视时段电话我们 就可以现在打来登记玩 极速15秒 声出的话就会有… 有超市现金利券 超线利券 这是我们的节目一大特色 我们的节目另一个特色 就是逢星期三的时候 会请各路高手出来 今天这位也算是武林高手 我也是武林高手 但他的舞和你的舞不同 不是, 我两样舞都可以 你跳舞吗 武功也可以 你跳什么舞 我当然是跳中国舞 你真的有吗 中学一年级, 跳到中学六年级 我们这位嘉宾就是高手 跳舞跳到现在 以一种方式去庆祝自己六十岁生日 究竟谁呢 立即跟你高手过昭 今天我们请到城市当代舞动团的 铸团艺术家乔洋和我们一起祝福 乔洋 乔洋 你好 你好 刚才我已经爆了 就是说我中学的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跳舞 在学校跳中国舞 民间舞为主 我跟你不同了 我十四岁开始练舞 但是我练到差不多了 去到中学毕业已经不理了 但是你十二岁开始学舞 为什么可以继续 对于舞蹈的热情呢 其实我很喜欢跳舞 因为跳舞其实是我从骨子里头 从小就很喜欢 所以十二岁开始学中国舞 中国古典舞 然后就越跳越喜欢 然后就爱上它了 我觉得好像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你讲得很玄 你说在骨子里面骨头里面 骨头里面 这个很玄 你为什么发现到自己骨子里 这么喜欢跳舞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小时候就很好动 学习也好 然后很喜欢体育打排球 篮球 但也喜欢跳舞 然后当初就这样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命运就让我真的是 做了一个职业舞者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理解 在中国内地学跳舞 总是有一些画面 一定是很黑腹 老师又很严格 要挨很久都没出头 这个是不是你当年的经历呢 其实当年我觉得 作为学生来说都是的 因为老师要求一定会赢的 而且那时候的老师 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个方法可能会打你 真的会的? 我用了一个细细的那种 藤条 藤条 所以如果你屁股收得不紧 那些芭蕾课的时候 他就用藤条打你 那你不会小刀放弃吗? 你不会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打过 这么厉害? 那一定是跳得很好 也不是 因为我可能小的时候 本身自身的条件 相对来说 舞蹈演员的自身条件 比较好一点 然后因为小孩的开软度 我从小就本身很自然的 就是软度也好 然后四肢也长 所以被老师比较喜欢 有时练那么多舞 很容易会受伤 有没有试过受伤? 受伤会不会令你 有些放弃的感觉 有些很熬熬的感觉 跳中国舞的时候 好像没有受过伤 但是自从跳了现代舞以后 尤其到了我们城市当代舞团 我受过三次大伤 三次大伤? 对 差点我觉得自己 应该差不多不能跳 对 当时那个心情是怎样? 你一生人跳舞这件事 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 知道有机会 可能跳不了 是 当时是 当时因为觉得 如果真的是天意叫我 跳不了的话 我接受 但是当知道 哇 那个骨科医生告诉你 OK 没事 我当时已经就 喊出来了 是呀 一个人花了一生人的时间 去练舞 其实就是自己喜爱的事 但是很多时 对于父母来说不是这样 是 就是会说跳舞找不到吃的 跳舞没有工作的 没有工作的 你当时年轻的人 有没有这个彷徨的感觉? 因为当时在中国 其实父母亲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对了 对了 尤其我的家庭 你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比赛 在法国也都拿过奖 拿奖来说 对于你作为一个舞蹈艺术家的意义是怎样? 对我来说 我感觉很虚无缥缈 其实我感觉是因为代表中国去参加 90年参加就是法国的舞蹈大赛 但是我跟我的伴侣秦立明就得了中国的第一块唯一的现代舞金牌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才第一 八七年才刚刚有了这个现代舞 八七年才刚刚有现代舞 在中国内 在中国来带 所以我当时在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班 然后我们就被文化部派去参加这样 但没想到五打五招真的就得了这个金奖 而且是中国唯一一块双人舞金奖 所以我自己我就觉得我都很幸运 是 还是有实力? 会不会很大压力? 拿了奖之后 没有 我觉得对我来说 奖项没有很值得炫耀 只是说你有没有教到自己的功夫 是 去到大概三十多岁 很多朋友都说 就是三十多岁是舞蹈艺员的一个差不多的时候 就好像运动员那样 是 身体不能够应付 又或者可能要转职等等 你去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怎样? 我三十两岁 我三十二岁进入城市当代舞团 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跳很多李海宁的作品 李海宁 曹成渊的作品 曹成渊 就是之前我们团的艺术总监 然后李海宁是非常 famous 在香港 在亚洲 整个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非常敬佩 而且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编舞家 然后我的身体那个时候就随着她的peace 她的作品慢慢成长 她的身体随着作品成长 对啊 因为舞者她身体通过作品 你除了平时练功之外 你要通过作品来体验自己 然后慢慢让自己的在舞台上的经验慢慢丰厚起来 哦 累积一些舞台的 对啊 累积起来 那些经验很不同的 但是其实乔洋在内地是发展得非常之好 就是帮中国拿了第一个的现代舞的金奖 但是是什么驱使来香港发展呢 其实来香港也是因为我94年来香港 是我结婚跟老公 哦 结婚啊 移民过来 是的 正好那个时候 广东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就是曹成渊 那城市当代舞团的艺术总监老板也是曹成渊 所以很自然的我就到了香港以后就加入了这个团 你过来之后呢 你又不想离开舞蹈团了是吧 也不是不想离开 其实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团 因为这个团对我来说好像一个家 很温暖 对 由内地的家本来香港建立自己的家 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呢 有没有一些不适应的状况呢 都有 广东话 广东话是怎么样呢当时呢 因为我记得刚来广东 香港那时候呢就是语言有障碍 比如我老那个思维想用广东话去表达 我想表达的事情 有一次我去送洗衣服 去洗衣服 洗衣服 然后我就有一个男子亚给水 就在帮着我 他就帮我写过个单 我就 我当时这样问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呢 我说 什么时候可以拿回衣服吗 我说 麻烦 什么时候拿回衣服吗 什么时候拿回衣服吗 你问个男子什么时候拿回衣服吗 我个男子直接写这样 什么时候拿回衣服吗 我说 我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什么时候拿回衣服吗 什么时候拿回衣服吗 对 对 因为国语其实叫取衣服 但是我就 取衣服和脱衫 对 我就想到用那个转换 什么是脱衫吗 那个男子很害怕 脱脱 脱衫 对 所以我自己也很尴尬 很尴尬 除了你来到 因为是嫁人 做家人的事务 买菜煮食的那些有没有 都有 都有 是怎样的 有一次去街市义买了一只鸡 需要用葱去做那个卷 用葱 我就跟那个沙头婆说 拜托, 给我一根葱 一根葱, 你要用一根葱这么多 因为对我来说是一根 我就一根葱 然后那个卖菜打 一根 对, 一根为什么用这么多 一根, 买葱通常都是给那些 一两条而已 一两条, 是吧 是 但是我给我一根葱 我觉得自己说了广东话 一根是木字边的那个房间 对 其实是一根一条 对, 因为我好像去餐厅 有一根那些 我现在看的意思 原来错了 一根葱, 是不是一根一条 我说是一根一根 我听朋友说 就说, 乔洋最擅长是用身体表达自己 但是又少用语言, 是不是很少说话的那种人 都不是 都不是的 对, 因为有时碰到熟悉的朋友 我又说不完的话 但是碰到一些不安静的那些 好像, 我就不说了 你的样子很酷的 是不是 你的样子很酷的 对啊 对, 都有 有些人光, 我好像很冷冷的 好像很厉害 其实我不是 你不是, 你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接地气的一个人 接地气的 是, 我跟人相处 我就需要彼此之间的磁场 磁场匹配的时候 我觉得没得好 我知道你的起居是相当简单的 怎样保持你的身形呢 你有什么起居的习惯 或者吃东西 第一, 你要作为一个舞者来说 你要想在舞台上跳舞的话 一定要保持自律 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本钱 你在舞台上 如果观众花时间、花钱 来买票看你的话 你并不是一个让 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的时候 他们会流失掉 那你作为一个舞者来说 你首先要保持自己的身体 那一定要从起居、饮食各方面 那我自己就吃得比较清淡 然后每天会补充钙片 然后维他命E 必杂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一些叶酸的东西 因为到随着年龄大了以后 其实那个脑的要补脑了 因为你要很多东西 但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 每天的睡眠、喝水 然后喝什么样的茶会伤胃 然后怎么样的茶会让你自己睡眠的好一点 我就通过我自己也看一些健康的书最多 来调理 有没有一些养生的一些东西你特别注重的呢 养生的话 我们这个演出 那我有时候搞票啊 有时候帮他们订票 我就搞到两、三点 凌晨两、三年 对啊 不养生啊 对啊 因为这些朋友找你订票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自己 我觉得有责任心 他们能这样子过来看演出 五年前我看过你的演出 叫《Almost 55》 就是差不多五十五岁了 但是现在五年后就六十岁了 六十岁的乔羊 这次有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出演出 对啊 就马上有一个叫雪落下的声音 雪落下的声音 对啊 你和首歌有关的吗 但是我没有歌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歌是什么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歌不是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 因为当时编舞三级家 给我讲了这个题目以后 这个作品的名字以后 我当时感觉哇 真的很浪漫 因为在我想象当中很有诗意 甚至我也很好奇 如果观众进场 或是没进场之前 或看到这个题目以后 都会思索一下 雪落下来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雪落下的声音究竟是 没有声音 但是又可以看得到的 又轻飘飘的感觉 很视觉 稍后来 乔羊就会跟我们讲一下 究竟如何以雪落下的声音 去迎接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六十岁 稍后来继续跟他聊天 我们继续有城市当代舞蹈团的 著团艺术家乔羊和我们一起的 今年就是六十岁的生日 怎么看六十这个字呢 六十 六十其实是耳顺之年 对于我来说 我发觉 从去年开始 已经开始很多东西看得很淡 看得很开 真的会吗 特地会是近年纪 我不知道 好像真的到这个年龄 可能等你到那个那个年龄就知道了 浪哥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对啊 对啊 然后甚至我觉得这个耳顺之年 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甚至我在五十治天命的时候 我经常在想 我耳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耳顺的时候会不会还跳舞 我就会经常会问自己 然后甚至四十岁的时候 看很多一些健康的书 我更年期会不会好crazy 很情绪不好 但是等了半天 等到我耳顺的时候 还没有更年期症状 对了 很厉害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次我是一个很幸福 我觉得舞蹈给了我很多快乐 你这次你的演出 因为你的演出 就叫做雪落下的声音 会不会 我只是在想象而已 你现在的心情 或者你六十岁的心情 真的好像雪慢慢飘下去 是没有痕迹 很柔和很浪漫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痕迹是一定有的 因为你在跳舞当中 你从你的鞭排当中 他很多东西你怎么样处理 包括鞭舞 告诉你哪个地方需要改善 其实在鞭舞的过程中 在我们排练过程中 其实留了很多的痕迹 只是在舞台上 我怎么样去很好地表达自己 和跟我的两个男舞伴 两个男舞者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 应该是有痕迹的 两个男的舞者 今次就会跟你一起演出 这个演出 算是你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是吧 对我来说 是我很感谢公司 公司送给我了一个这样六十岁的礼物 两位舞者其实都跟你有些渊源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他们就是今次会跟你合作的 两位男舞蹈员 除了在你工作上的拍档之外 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 感情非常好 而且他们两个也是我的 在城市当代舞团曾经的舞伴 然后也是我两个契仔 契仔 契仔 两个契仔奔着你 对 他们现在不在城市当代舞里 他们一个在哥德堡 但是他现在是终身艺术家 终身艺术家 是 那另一个呢 那个是四十不惑 叫罗凡 四十出头 然后另外一个契仔 叫麦卓虹 他是曾经也是在我们团 就是他17年离开团以后 他现在自己创办了一个舞团 叫做舞场 嗯 在一路跳舞的过程里面 好像这张照片 你有老师去教你 你一个站在最中间 看着镜头那个 是你来的吧 是呀是呀 你有老师教你到现在 又下一代 你们契仔了 你怎样跟下一代之间 你会常常都打电话给他们 还是他们来找你 谈心事 你又教他们很多东西 是怎样相处的呢 你们 好多有的 好多也 其实我认识他们 一个在19岁 然后一个在23岁 就是他们很潜移默化 就是因为我们成了partner以后 他潜移默化的 好像有一种 我经常讲磁场磁场 就跟人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的相惜 然后彼此互相的欣赏 好安基 好安基 非常安基 但想不到原因的 是不是 那个原因 我觉得很潜移默化 不知道为什么 缘分 缘分 对 缘分 真的 看着新一代的舞者 你会觉得现在香港 参与跳现代舞的 一些跳舞的舞蹈员 和你们当年那一代 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是 我觉得他们现在 年轻的思维 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广 但我们那时候 真的是 没有那么多的 信息 所以就凭着自己的感觉 老师告诉你怎么样去做 这唯一的区别很大 而且现在的吸引 很多外界的所谓的吸引力很多 那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单一 比较单纯 你现在也有教学生 有的 年轻的那些 我听说 有些很年轻 有些是中年的朋友 会跟你学跳舞 是 是 你怎么教他们呢 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怎么可以令到你继续喜欢呢 我觉得 有些人过来 问我上堂 可能他们好奇我的年龄 都觉得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有 之前不认识之前的时候 他们都有 台我公司 CCDC的影哲 所以他们很好奇 为什么你的身体可以到这个年龄 可以保持这样 所以他们 当然我自己 我觉得我有个责任 就是说 你来上我的课 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心得和养生 和分享给你 通过跳舞 当中 就是跟你学跳舞 是学完养生的 是的 是的 比如女仔 你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你慢慢的概质流失的时候 你怎么样增加如何的激励 你的膝盖 你的腰有没有问题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可以辅助你会好一点 但是一般很多人 譬如你 其实你只要不是几岁去学 你甚至是三十多 都不要说五十多才去学跳舞 都总会说 哎呀 骨头啊 筋骨硬了 是的 跳不了 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说法 每个人的条件不同 但是他们 我看到他们 就算自己硬的话 也想突破自己 是的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因为我从 我教他跳舞站的那里 连棋子都不懂的 到最后可能半年之后 你看到他可以做地下很多滚动 那些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满足感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 对 现代舞是不是令一个人 能够自由地发挥自营 是的 所以现代会可以令他自营 是的 没错 如果他想追求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学现代舞 是的 最需要令他喜欢 他喜欢的话 他就肯定过来上课 今年六十岁 假如现在有听、看的听众、观众 是觉得我都是差不多年纪 但是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做 你透过你自身的经验 你会觉得这个年纪 其实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很老了 我觉得 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数字来的 这个年龄 对任何人来说 只要你的心态摆平 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真的是 心态摆平 是的 为什么摆平它呢 你心态要好了 首先很多事不用看得太重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今天非常多谢乔洋 来和我们分享了 他一生人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跳舞 希望大家看过 听过他的故事之后 都找到自己喜爱的事 多谢乔洋 谢谢 帖子 挑战 空护乔洋 陪萱 你都想得多谢乔洋 我爱你 就喜欢做的事 有什么事 你把你最爱的事 你都想得多谢乔洋 我爱你 你有何想要带你 你都想要带我 是的 那你再也很想要带你 我爱你 你怎么想要带我 背着一生敷出着所有 用心奏仗 这动人的折奏 是你的暖流 擦身 期望与梦情怀未够 浪气浪还推 但你的慈爱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心透 继续十五秒 又到我们极速十五秒 这一个时间了 每天这个时间 参与我们游戏赢了的话 就会有超线的礼券 一如以往和你看看玩法 玩法就是我手上 已经有两个信封 博通的参加者 请在我手上的信封里面 二选一 然后在十五秒之内 说出和问题相关的词语 说得最多的就为之赢了 电话号码1872312 我们有一段视频的时间 等你打电话来吧 早上还是晚上? 早上 冻还是静? 冻 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 中国历史 听清晨爽理有健康 早上很重要的 我们早上起床要动一动 就是动动身体做这个运动 而且配合中国历史 远远流长的养生文化 那我们才有健康、有活力 我是千神爽理的节目主持 前沛卿 逢星雨一至三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 香港电台一五台 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 和你一起共度 开心、健康的早晨 在电话旁边有陈小姐 早晨 早晨, 陈小姐 我是陈小姐 是 你, 是你了 好了, 你选A信封还是B信封? A信封, 好了 那你听清楚一条题目了 请你在十五秒内 讲得出最多的厨房用品 准备, 3、2、1, 开始 煲砧板、碗、碟、筷子 汤壳、匙羹、电盘煲、砧板、砧板 煲炒的煲、碗、碟、碟 好, 够了, 碗、碟 这样, 还有一位军师 后面很大声 没问题, 军师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大家赢得到 接着来, 我们有鸣姐 鸣姐 鸣 你好, 鸣姐 早晨 早晨, 是你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准备好了, 很冷静的声音 你听清楚这条题目 好, 请你在15秒内 讲得出最多的洗手间用品 准备, 3、2、1, 开始 洗洁精、跳白水 那个… 洗手液、沐浴露、护发素 好, 够了, 究竟哪个赢 稍后回来告诉你 树琴音乐是有疗愈的效果 不过你听之前也要预备一下 就像你跑步 也要换一对跑鞋 首先第一, 你要预备自己的时间 就是你特定了一个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五分钟、十分钟、半个钟 都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在这段时间内 是没有其他的骚扰的 第二, 就是你要选一个 合适的空间和姿势 是确保你一会听音乐 放松的过程中 自己能够完全舒服和自在的 而最后一点 可能你要预备一下 一会听音乐会用到的用具 或者配件 例如耳机、蓝牙喇叭 又或者可能你会用到 毛毡、眼罩等等 这些用具或者配件 是能够帮助你 在听音乐的过程中 尽量得到最佳的体验 空间、时间和用具 就是我们去听 疗愈音乐的时候 一个准备的功夫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暖流 回来香港暖流的节目时间 继续有拔师 继续有阿郎 刚才结束15秒胜出的是陈小姐 恭喜你 恭喜你 刚才我们说完跳舞了 是 现在我们继续跳 是,现在又跳 刚才乔洋为大家带来的 是殿堂级的当代舞 是 听着看着你可能觉得 就说,嬰儿班还未到 是 我手脚好像…有时不协调 搞不定 这次就可以舞动一下 没错,今天心情关注组 会和你了解一下舞动治疗 今天我们请到舞动治疗师 陈允乐、Michelle 和我们一起的早晨,Michelle 你好 早晨,拔师郎哥 我认识,舞蹈我又知道是什么 不过我不知什么叫舞动 舞动治疗是什么 舞动治疗 其实它的全名叫做舞蹈动作治疗 其实也是心理治疗的一种 很多时候我们听心理治疗的时候 很传统的一种就是坐在那 45度角去访谈的认识 但是在舞动治疗里面 我们就是艺术加上科学的结合 艺术方面就是说到 舞动我们会用到身体、空间、时间、流动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在科学的位置就有心理学 和老神经科学的一些支撑 里面如何透过我们用艺术的媒介 身体的媒介 去表达自己内在的一些感受 而在整个过程里面 可以做到一个全人整合在里面 你说起舞蹈 我们刚才谈过了 拔斯学过芭蕾舞 是的 你学过中国舞 我学过中国舞 那你不关中国舞事 和芭蕾舞事 还是现代舞事 里面相近一点 跟现代舞里面有一个表达内在感受的精神 相对是近一点的 但是里面再多一点 就是它打破了里面就是说到技术技巧的形式 里面更多就是我怎样去表达自己里面 甚至是我是完全没有跳舞的技巧的 但是我都可以去透过这个身体 去联系自己去找回身体的声音 就是没有学过跳舞 不懂跳舞 都可以接受舞动治疗的 是的 那在香港里面 什么人是需要 或者适合去接受舞动治疗呢 刚才你也有说到 其实很多人就是跳舞的时候 一定要是额筋骨很柔软 然后手脚协调 可能一些人很喜欢动动的静态那些 坐定定的那些不对 青少年那些比较难搞的 可以小朋友或者一些长者会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我们在舞动治疗里面 再打破多一点这些局限在里面 其实讲到有身体有呼吸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去参加舞动治疗 有个身体有呼吸 个个都有 就可以了 对了 看着你也有的 对了 身体有个呼吸 好了 当我们身体是有不同的能力 或者障碍的 我只是坐在那里 又行不行呢 完全都可以 就算我们现在坐在那里 或者邀请现在在那里看 或者在听的观众 你去感觉一下 你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臀部和椅子之间的接触位置是怎样的 有骨 感觉 就是要感觉 对了 有感知在里面的 就是下面那块骨 这样做着很硬的东西 对了 感觉到一块骨 对了 接着也感觉到你的脊椎 是支撑着你整个人的身体 需要不需要拉直 有点脊椎 对了 感觉到拉直一点 好的 要问一下 如果试试 你放松一点脊椎在这个位置 是 感觉一下心情转变是怎样的 有个肚腩 比较低一点 对了 比较没那么兴奋 是 没那么精神 精神的感觉 对了 没得适合一点 对了 很害怕你们是不是在看 五头不是这样的 五头是这样的 五头是这样的 对了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 身体和情绪之间 那个联系在里面 其实原来就是在说坐姿 如果我带着觉察力 留意到原来我个人 肩膀是轮了到前面 然后腰弯了的时候 其实心情又会不开心 接着可能整个善事 又看了在下面的时候 整个不开心 对了 整个一个很忧屈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打开心口 感觉到脊椎是拉脊 就像刚才你们所说的 整个人是精神一点的 我想问你 如果遇到长者 他是这样坐的时候 我坐了几十年都是这样 你怎样遇到他 可以剩下自己 对了 很有趣的 我们在武动治疗里面 我们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去 在那个来访者的位置 去遇见他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当他是这样的状态 我就不会直到 来了来了 我们很开心 我帮你打气 我们就不会这样的 很多时候就是遇见他的身体状态 和他的能量状态 这些就是他的身体语言 在表达、在沟通 在这个位置 我就会和他一起 我们先留在这里一会儿 反而先留在这里一会儿 对了 接着之后接着一点点的音乐 我们慢慢去 给到一点点的节奏 可能你左右去移动一下 是 然后可能试一下吸气的时候 拉长1% 少少 然后放松 又再来 吸一口气 拉长少少 再放松 然后再慢慢继续来 试一下头顶 看看能否找到天花板 就是叫他拉直的脊椎 对了 没错 那里面就有一个 循序漸进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而且在里面也会一直留意着 例如他的面部表情 他的身体状态 有没有一些转变在里面 很有趣 刚才尤其是他说 你试一下头顶 找那个天花板 然后你立刻会 想头顶去找一下 天花板是自然的 身体就会拉直了 这个是 有没有一些抗拒的长者 就是说有些困难的地方 很难导致他能够拉直自己 或者是拯职 是 绝对都有 就是因为那个惯性 其实已经在里面这么多年了 要改变一个惯性 其实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做到 如果在那些位置的时候 可能未必是身体的位置 立刻去转变 可能即使他参与 我连帝也没什么动力 我都不想去参加的时候 例如可能我会给他一些乐器 他只是纯粹敲一下乐器 其他人去动 他就负责去做鼓手 做乐器 去给这个伴奏参与在其中 或者有一些真的 相对 在动动的时候 他未必能放开自己 始终可能有一些形象的枷锁 在里面 有牛包 对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很少说动动 在那些位置的时候 我也会有多一些不同的活动 例如我们去作诗 说例如有什么健身的方法 然后去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然后他们聊天的过程 舞蹈就不只是在身体的动动里面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里面出现 都挺大包围的 是的 不只是用身体 还要用口 一起聊天 说话 听音乐 好了 当现在Michelle来到这里了 有两个人等着接受舞动治疗 在这个环境空间 是的 有阿郎和阿拔 我们是这样的 很放弃的 是 那你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做哪一类型 坐在这里的保动治疗 而听着看着的观众听众 都可以试试参与 好 由最简单去开始 如果一开始就说要伸展的时候 未必个个人真的会想做 是 由我们去触摸一下我们的手 是 的位置 是的 继续你如果觉得舒服的话 你一点点 对 放弃坐也行 放弃坐也没问题 是的 摸一下自己的手 摸一下自己的手 然后留意一下皮肤 还有包住的骨头 很皂、很瘦 对 手指有肥肉 对 每个人留意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有些粗的手指 对 接着继续下去的时候 感觉一下你的脈搏 感觉脈搏 感觉一下跳动 放在手腕上 对 然后轻轻心呼吸一下 然后再来一次 小心呼吸 然后带着这个小小的呼吸 试着动动一下我们的手指 我吸一口气 然后呼气 再来一点的时候 两只手捧着吸一口气 呼气 再来一次 轻轻吸气的时候带到鼻子的位置 想象一下 如果是呢 博士 想想吸气的时候 闻到什么味道 闻到草的味道 好的 罗哥呢 有些空气的味道 很清新的感觉 对 然后继续下去的时候 可能说到带到这种清草的味道 空气的味道 带到你全身 然后就会令到整个身体 慢慢全身 我们都要有这一股的味道在里面 刚才那个是热身 那个是热身 因为我会想笑 因为我会不知为什么 因为我状态很想笑 一直做的时候 你跟不同年龄的人 他们是不是都是 有什么反应的呢 是不是好像我们那样 想笑 对 你们已经是非常愿意参与的 参加者 有没有不愿意 对 还有例如 刚才他说到 我们多一点在那个想象力 和象征意义里面 除了那个动作 例如我们去说 可能做气功、做太极 或者做运动 其实都会做这些动作在里面 但是赋予了那个意义 就很有那个独特性在里面 而很多时候一说到 自己好像突然之间 联想到有些清草味 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说出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都会从心而快笑出来 刚才我扮演一个 比较这样的长者 是 但是有些朋友 可能他的身体不舒服 是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 同样用这一套方法 可以帮助他多一点舞动自己 对吗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到身体的痛症 不舒服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 我不动那个部分 越痛就越不好动 但是其实回到健康的层面 中医的层面里面 其实当我们的血气运行的时候 也都是帮助到那些位置 可以复原得快一点 也都可以令到我们身体有多些快乐 荷尔蒙 而那种快乐 荷尔蒙 也都是帮我们可以止痛的 很多时候 例如一些来访者都说 我腰有痛 膝头膏有痛 是的 我不适合跳舞的 是的 但是我也都会跟他说 你只要按住你身体的节奏 身体的状况自己去调治就可以了 即使我们做有多大动作也好 你坐在那里参与 是的 或者一直拍手去陪着我们 整个气氛 是的 去融入在里面感受 已经可以了 对于长者来说 武动治疗是特别适合哪一类型的长者的呢 或者可以舒缓到一些 哪些身体上的症状呢 其实真的那个范畴是很阔的 我们说到有第三龄的长者 就是说是刚刚五十多岁 退休的那些朋友 而他们的身体仍然活动得很快 在那一批的长者里面 如何去帮他们 去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 人生的目标 甚至是说感觉到自由 不用再去工作或者照顾家 找回自己多一点 那些不是像是Aerobic的吗 健康舞 也有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 例如照顾者也会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女儿的时候 是的 而年纪大一点 可能是有一些精神病患的需要 可能是说招女症、抑郁症的时候 当他去动动的时候 他也会感觉到 我一直坐在那里 就会想着那个不开心的情绪 好像经常会压着他 但是当他去动动的时候 那个能量在动态形式 可以将到这些能量情绪去抒发出来的时候 他的人都会开心 也会感觉到轻了 是的 Michelle 我想问回 如果是可以动的长者 譬如说他真的可以站在那里 他也可以做一些动作 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是不是有一些创作成分 可以加在他的舞动的治疗里面 你知道了 跳开现代舞的话 可能想着 又转下方式 又扭下 是可以接受的 是吗 是 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组 就是里面就是说 他们都遇到很多的困难 六十几岁 而同时他们也要照顾 他年纪很老的妈妈 也可能是说一些小孩 上面又有下面又有都要去照顾的 很大压力 那么在那个位置就是我跟他说 先放下你的照顾者的身份 首先回到自己 先自我关顾一下 而关于自我关顾 其实在长者的那个界别来说 非常陌生的 因为这个词语气 都是说在这几年 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才说得更加多 而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轻轻去移动完 用丝带去移动的时候 感觉到身体 原来我是可以去移动的 可以那么自由自在 这样去联系自己和联系别人 接着有一些小组的创作就是说 如果我们去说到 生活有很多不同的艰难在里面 那个艰难的时候 小组一起去谈一下 会是怎样的形式去呈现 然后你又怎样去突破这些艰难呢 用身体的形式 去将到这些想法去表达出来 那么特别 就是用身体的形式 去讲自己遇过的艰难 也都用身体的形式去讲 我怎样突破 你看过他们是怎样呈现的呢 所以如果做小组来看的话 第一个他们就是有一幅墙 然后几个的组员 他们一起面壁 对了 然后整个都缩住了一块 这个就是生活遇到的艰难 没错 然后之后慢慢 他们开始会看下旁边的人 然后旁边的人 又开始伸手较远一点 然后开始去找到 身边原来有些同路人 是一起去走的 他们拔着了大家 然后一起站起来 然后他们又有做一些大笑瑜伽 然后就 哈哈哈哈 这样 将到他们里面的一些想法 可以去表达出来 还有就是将到 那个不开心的情绪 可以慢慢去转发 他们也都说到就是 有些时候 其实真的很不开心 而那样东西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也都要提醒自己 每一天都可以选择快乐去过 对于有精神病患的长者 又或者身体不同条件的长者 都可以去参与无动治疗 如果有认知障碍的话 无动治疗对于认知障碍 有哪方面的帮助呢 在里面 我们去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在一间老人院去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见到一些 有认知障碍 或者压肢海蜜症的一些长者 很多时候 例如他们在 有一些位置 他们很焦虑的时候 他就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很多时候 职员未必明白的时候 很快就会 转发他回头 你快点坐下 或者可能立刻找护士 就是给一些镇定剂 这样去镇定下来 但是例如 在无动治疗的那个环境里面 他说很想回家 一起我们就会进去 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面 你很想回家的时候 那条路是怎样的 然后用身体的模式 我们就会把他说的故事 去演绎出来 另外有一个 我记得他是一个 小提琴的老师 然后他很多时候 在走廊那里 都会周围去走 然后他就会 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 抱着一只公仔 好像很紧张 很焦虑 而我每次一见到 他在走廊的时候 我就撑回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就是 然后他就会听到这首歌 跟我一起有一个回应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跳起华尔茨 我想在那些位置的时候 他们开始失去 他们认知的能力 开始自理的能力 都会相对减退的时候 其实那个自我的感觉 其实他自己都非常疑惑 但是去回他最喜欢的东西 回到他身体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 都是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他 他不会感觉到这么孤单 最后你都要了解他们的需要 就是了解了舞动治疗 其实都比较随心的 如果简单地说 舞动治疗和乱跳有什么分别呢 在乱跳里面 可能就真的 你可能是自己是动手动脚 这样去动动 而舞动治疗里面 就是在舞动治疗师的一些带领里面 例如他都会跟回一些指引的 例如是可能有一些主体 或者你是有一些角刷身体的位置 所以在那个随心的同时 也有一个角刷在里面 是同时进行的 今天非常谢谢Michelle 和我们认识了舞动治疗的 假如你都想认识自己身体 都可以试一下 不是简单地动手一脚 其实随心的话 都会找到自己的快乐 今天非常谢谢Michelle 谢谢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 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 广播站视像重温 请继续收听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